一法呢就是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 家父座就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 做这个登颖就是做登颖的时候呢 应该就有手在上面做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呢接住放在这个气下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这个鸡嘴的话呢就是争取 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 应该也应不容易呢就是往这个后仰 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进步啊 稍微就是往前伏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 也不能就是左右读这个崴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简笔的话呢就是后仗 就是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奴呢知识必见 第七个呢就是涉脱地上上 你要如坐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素食的坐点上呢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性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 稍微就是做一会儿 就是优术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优术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眉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鬼金刚术一呢就是压着这个作品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幽闭曲当中呢 就是出这个三次七啊出三次七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戏里面呢就是观像啊就是从无视以赖就是他一切宗生 尤其是成形围住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依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派出这个三次七 这个的话呢这个作术呢就是做那个金刚圈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油笔 从作品控当中的出三次隔起 就心里面观像啊从无视以赖就是他一切宗生呢就是依着弹性为主的 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昏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派出 这样呢就是派这个三次七 双速度这个做金刚圈家在大腿的个从凉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隔起 出三次隔起的时候心里面也是啊观像啊就是他一切宗生从无视以赖 以这个痴性为主而作造的一些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派出这样呢就是派这个三次七 就开始念的新武汉还有这个延期周啊 你知不不下的这个三青长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系纳获得这种价值 啊啊哦哦哦哦 啊哦哦哦哦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应该念一个皈依颂 念皈依颂的时候 心里面观想 所谓的上师是一切三宝 一切三根本 一切诸佛菩萨的本体 我今天就是皈依上师 乃至永远不舍弃上师 以这样的心态 念三遍 皈依颂 中文字幕志愿者 然后念完之后 就开始念诵发心的祭奏 念诵发心 祭奏的时候 又要心里面 像所谓的这种上师 我师父立了 离以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要修习上师的过位 二发无常菩提心 然后这样念诵三遍发心 字幕志愿者 就是轮回涅槃 以及清净不清净 朔舍的一切万法 就是在本来的这种清净 就是在这个变成本来清净的空险当中 然后空险当中 就是他的自想不灭的这种现象 也就是叫做自想不灭的这种现象 就是出现梁华和越伦 梁华和越伦上面 观想着这个红黄色的德子 然后德子呢 就是逐渐就编成宝剑 这是文殊菩萨的这个标志 宝剑呢 就是逐渐都形成这个花文术 花文术呢 就是编成我们的这种上师 这个上师呢 形象是这个法王如意宝 就是他老人家的这种形象 完全就是可以 然后他的本体呢 就是与这个文殊智慧勇士无二无别 他在这个五光萦绕的这种 金线当中呢 就是就现现 然后呢 上师的这种神身上呢 居住这个班智大的这种一切 这个福尸啊 输赢呢 就是以说法输赢 输赢呢 就是辞职 就是年华金还好这个宝剑 同时呢 就是也是这个 以这个金刚家父做的这种方式 这样之后呢 大家也应该清楚 我们修持呢 就是这样的这种上师 就是住在自己前面的虚空当中 然后呢 就是一心一意的祈祷 就是念常诗的祈祷问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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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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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